天寒地冻的日子里 如果您以为这是取暖会更破费的话 就想得太简单了 极寒天气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远不止于此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去年2月 席捐美国东北部的冬季风暴 在许多地区创下历史低温记录 那一次的寒潮造成的总体经济损失高达18亿美元 而2022年12月 导致从德克萨斯州到缅因州大停电的寒流 更是造成了高达87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 极寒天气造成的经济影响都可能超出预想 即使只有一两周 极寒天气造成的取暖成本升高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寒冷造成的健康风险所带来的成本也同样不容小觑 此外 极寒天气还会对农作物和牲畜造成影响 并可能最终导致食品价格被推高 当然 还有一个最容易受到冬季风暴影响的行业 就是航空公司 1月13号的周末 全美有超过60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 令航空公司损失巨大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